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跟你说 我们去探访一间历史超过60年 每期杂志长达60多页 读者遍布世界各地华人的天主教杂志社 你大概会预期是一间规模不小 背后有一班专业编辑 同作者团队的杂志社 论专业 他们的确专业 但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原来只是位于一间中学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里面只有一位全职的主编 负责大部分的工作 这里就是行艺杂志出牢的地方 我们的题材 我们的重点 几乎是随着扶传的脚步 扶传的幅度去取舍 只要是跟社会生活 跟扶传相关的重点 我们都希望能够注意到 行艺杂志是一份免费证月的天主教双月刊 资历以文字传阳基督的福音 张淑华是行艺杂志的主编 是这里唯一一个瘦身的员工 她的妹妹张玉华 是行艺中学 和妇人大学的教师 同时也是行艺杂志社的义工 扶传 过去我们比较讲道 或者是教义这些是传播福音 很基础的 那事实上文字是一种更大的力量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它有更大的潜力 因为文字的东西 语言的话有时候听过去了 如果没有记录下来 好像就过去了 那可是文字的话 它一直保留在那里 那可能你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期拿出来 再去返厨的时候 你会有新的发现 常常可以有新的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字扶传 是在扶传工作当中 是蛮重要的一环 对于教会的传承 教会的意识 教会的观点 我们也还是蛮重视的 那只是社会的幅度 我们不能放下它 也是不能疏忽这样的 一个期刊是让人家觉得说 我乐意阅读 所以不能内容太深 也不能内容没有内容 行艺杂志 是以以大利瑞 刚行艺书记的名字命名 因为这本杂志 是由它创立的主徒会创办的 主徒会是中国第一个 天主教本土的南修会 使命是为将天主教会 在中国内地 台湾及亚洲等地本地化 培育华籍神父 向华人传播福音 我们亨议杂志 是在1951年开始创办的 主要就是当时候我们来到台湾 因为当时候这些资源也非常的少 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份教会的杂志 也包含有报导当地台湾的消息 海外华人教会的消息 还有一些当然信仰的文章 所以当初我们的用意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尽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来为华人服务 报导教会的消息 还有传福音 坚定教育我们的信仰 行艺杂志是主徒会非常重要的福传事业 初时是由修会的神父负责 每个月出版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份杂志从月刊变成双月刊 也由不同的主徒会神父接手发行 那以后刘家祥神父他觉得可能这个时代的一个转变 慢慢一些变化 他就觉得说这个工作可能有平信徒加入会更丰富 所以他就先邀请了我妹妹就是玉华 他担任主编 那担任主编之后 因为我妹妹他有教职 工作很忙 后来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够来帮忙 后来神父们觉得说这样很好啊 所以我就从2005年接了行艺月刊的主编 一直到现在 每两个月编辑 校对几十篇文章 排版 印刷和寄出 当中的工序并不少 那当然主编也不能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 所以也邀请不同的作者 不同领域的专业 或者是非常信仰上 他们有很多经验的不同的人 包括神父修女教友都有 那邀请他们给我们写专栏 现时行艺的作者多达二三十位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固定的专栏作者 也都有偶尔投稿的人 希望能够打赴全球华人的这种信仰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们当然要注意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们基本上有蛮多作者是从国外去邀请的 那他们的主题 他们的表达方式一定有他们的地方的色彩了 文字的编辑是最重要的一环 可是现代的人因为喜欢看好看的颜色 图片 就是那种对影像的那种需求是更大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像美编这些 我们也越来越看重 那就是需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所以当文章编辑好之后 目前就由一个专业的美术编辑 做版面的设计 然后张淑华主编会校对 再送到印刷厂印刷 然后回来之后再包装和寄送 那我们其他就是比较主要是志工 那特别在初刊的时期就会 大家都来 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大家很 就是手忙脚乱这样子 也没有手忙脚乱 其实是需要非常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需要非常清楚 否则那个初刊你只要一本弄错了 那就没有办法如期的送到读者的手中 因为是期刊 所以在时间上的一个掌握 要做得非常好 如果没有办法把时间掌握住的话 那个期刊就不会如期初刊 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期刊就是这样 后来就慢慢拖一点 慢慢拖一点 然后到最后就没有了 那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到拖刊 没有任何拖宽的一个情况 社长是一直负责发行 就是包括读者的一些资料 地址这些资料 由社长他带领志工 所以没有一位固定来上班的志工 有人去订书 有人要买书 有人要询问什么问题 他要去寄书等等 就由这一位志工负责 我们现在欧美 纽澳 然后亚洲的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都有固定的读者 有的是个人的 有的是团体收的 那台湾自己本身的有团体 也有个人 那台湾的个人还蛮多的 行艺杂志现时每一期印刷三千份 他们主要的经费来自主图会 但是近年有不少读者慷慨回归 这个人我们都完全不认识 他说我捐一千块给你们 因为那有的时候他会写一句话 说很愉悦看很好看谢谢 那我就问他可能在哪里看到 他说我想要订的话怎样订 我说那你怎么去看到 他可能说去朋友家看到了 或者是说 他说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的 他说有人说 他说我去的另外一个教堂 他们有我们教堂没有 所以我就想问怎么样子订阅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读者 网路这么发达 所以很多人还是要求说 在网上来读横溢月刊 我们可以随便让人家转载的 所以我常常看到那个文章 其实那个网上不是我们的 可是被别人去转载了 在他们的文章里 或在他们的网页上 出现我们横溢的文章 或者横溢的主题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也一向是公开 觉得文字符传就是要这样做 张淑华和张玉华 两个人都有写一些文章 例如在一些特别报导 基本上我自己要随时要看说 可能现在有些社会议题 那这些社会议题 应该是必须讨论的 必须从天主教的幅度去讨论的 那我们不能只是站在辩护性的说辞 必须要有一点去让别人去了解的 所以我们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 去表达 在台湾最明显 最明显 大概这五年来 最热门的两个话题 就是少子化跟高龄化社会 所以我们也会去注意这样子的议题 我记得有一篇是顾老族的天空 那特别有从几个这样子的朋友 他们的故事开始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议题 希望能够唤起我们社会的重视 当我们讲少子化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解决不了 可是我们至少可以让别人注意到 邀请更多的年轻的作者加入 希望他们从他们年轻的角度 去跟一些往下再看更年轻的阶层 好像我们说少子化 那他们怎么样去衔接 这个是我们不断在努力的 现任的主编 他因为工作量很大 那常常需要坐在他的位置上 去完成一篇一篇的文章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 就是很开放的心胸 就是他会想到说 我需要走出去 2011年 我们就开始做了非常具体的计划 就是到不同国外的华人 听众叫团体 有交流 有探访 让主编觉得说 真的丰富了他整个编 司的这些工作 2014年的时候 我们就去储徒会的 文字符传的一个巴厘岛 有一个会议 主编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 大家聚会谈一谈文字符传 主编会和杂志社的团队不断创新 除了有义工帮忙 提供网上版的行艺杂志之外 最近也都推出应用程式 读者可以用手机 免费阅读关于信仰的文章 现在的人可能真的 比较多的 那特别年轻的人 可能不太有兴趣坐下来看长篇大论 所以这个正好是我们恒一月刊 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尽量里面有一些 比较看起来也许轻松 然后比较短的文章 它可以选读 如果是一本书 就是会觉得很浓很重 他们大概连翻开都懒得翻开 可是这样的一个杂志里面有 可以说各式各样的不同性质 虽然当然基本上都是信仰 都是和信仰相关的文章 但是因为文字的长度 会让他们觉得翻开来 它可以选读就很方便 他看到一篇只要有一句话 天主打动了他的心 我觉得那就达到一个很好的复传的效果 一个小型播放器 里面收录了国、粤、英语、圣经 和五千多个关于天主教信仰的节目 可以说内容非常丰富 有人把它称为可以带回家的教理老师 小盆石的读经课程有什么特别 什么是传播神学 今个星期的爱、常传 在菲律宾工作的米生神父 就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看完这一集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我们的生命恩全书社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 我们下星期五的转购买天主教书 我叫马里外瞎 我放下星期五的码币